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朗讀的文章是 《俗世奇人 神一 王十二》 作者 馮季才 天津卫是碼頭 碼頭的地面哥哥答答可不好站 站上去還得站得住 靠麻呢 能耐 一般能耐也立不住 得看你有沒有非常人所能的絕活 換句話說 凡是在天津站住腳的 不管哪行哪業 全都有一手非凡的絕活 比方喬病治病的神一王十二 要說那種妙手回春的明一 城里城外一简一匡 可這只是明一而已 王十二人家是神一 神一 明一 一天一地 神在哪 就是你身上出了毛病 疾病 疾得要死要活 别人没法 他有法 而且那法可不是原先就有的 使他靈光一閃 集中生智信手拈來 守道病除 王十二這種故事多著呢 這兒不多說 只說兩段 一段在租界小白樓 一段在老城西馬路 先說租界這一段 這天王十二在開封道上走 互聽有人尖叫 一瞧 一個在道邊套煙筒的鐵匠 兩手捂著半邊臉 疼得大喊大叫 王十二急不過去問他出了麻事 這鐵匠說 鐵渣子繃進眼睛里了 我要瞎了 王十二說 別拿手揉 越揉扎得越深 你手拿開 睜開眼叫我瞧瞧 鐵匠鬆開手 勉強睜開眼 一小塊黑黑的鐵渣子 扎在眼球子上 冒淚又流血 王十二抬起頭 往兩邊一瞧 這條街全是各樣的洋貨店 王十二喜好洋人的新鮮玩意兒 常來逛 他忽然目光一閃 也是靈光一閃 只聽他朝著鐵匠大聲說 兩手別去碰眼睛 我馬上給你弄出來 轉身就朝一家洋貨店跑去 王十二進了一家洋貨店的店門 伸出右手就把掛在牆上的一樣東西摘下來 順手將左手拿著的初診用的綠酬包 往櫃台上一搁說 我拿這包做鴨 借你這玩意兒用用 用完馬上還你 話沒說完 人以奪門而出 王十二跑回鐵匠跟前說 把眼睜大 鐵匠使勁一睜眼 王十二也沒碰他 只聽丁的一聲 這聲音極輕微也極清楚 跟著聽王十二說 出來了 沒事了 你眨眨眼還疼不疼 鐵匠眨眨眼居然一點不疼了 跟好人一樣 再瞧王十二捏著一塊又小又尖的鐵渣子舉到他面前 就是剛才在他眼睛里那塊要命的東西 不等他謝 王十二已經轉身回到那洋貨店 跟著再轉身出來 搁著窩加著那個出枕用的綠酬包 朝著街東頭走了 鐵匠朝他喊 您用麻法子給我治好的 我得給您磕頭啊 王十二頭也沒回 只舉起手搖了搖 鐵匠納悶 到洋貨店裡打聽 店員指著牆上邊一件東西說 我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他就說接著東西用一用 不一會就送回來了 鐵匠抬頭看 牆上掛著這東西像塊馬蹄鐵 可是很薄 看上去挺講究 光亮滑溜 中段塗著紅漆 再看 上邊沒釘子眼 不是馬蹄鐵 鐵匠愈看愈不明白 問店員道 洋人使他治眼 店員說 還沒有聽說他能治眼 這是個能吸鐵的物件 洋人叫吸鐵石 店員說著 從牆上把這東西摘下來 吸一吸桌上 亂七八糟的鐵物件 鐵盒 鐵匠子 釘子 鑰匙 還有一個鐵絲眼鏡框 竟然全都叫他吸在上邊 好曬有魔法 鐵匠頭次看見這東西 見啥 原來王十二使他 把鐵匠眼里的鐵渣子吸下來的 可是 剛剛那會兒 王十二怎麼忽然想起 用他來了 神不神 神一把 再一段更神 這段事兒 在老程溪那邊 那天一輛運菜的馬車的馬 突然驚了 橫衝直撞 在街上狂奔 馬扶妖或拉江都弄不住 街兩邊的人嚇得往兩邊跑 有胡同的地方往胡同里鑽 沒胡同的往樹後面躲 連樹也沒有的地方就往墻根炸 馬奔到街口 迎面來了一位紅臉大漢 躺著懷露出圓滾增亮的肚皮 一排黑胸毛 曬一條大烏公趴在當胸 有人朝他喊快躲開 馬驚了 誰料這大漢大叫 有種 往你爺爺胸口上撞 看樣子這漢子喝高了 馬夫急著在車上喊 要死人了 跟著一聲巨響 像撞到一面牆 把大漢撞飛出去 硬摔在街邊的牆上 緊緊趴在牆上邊 馬車接著往前奔去 大漢雖然沒死 卻趴在牆上下不來了 他兩手用力撐牆 人一動不動 難道叫麻東西把他盯在牆上拉 人們上去一瞧 原來雷衩子撞斷 斷了的雷條穿皮而出 正巧插進磚缝 撞劲太大 插得太深拔不出來 大漢疼得急得大喊大叫 一個人嚷道 你再使勁拔 肚子里的中氣散了 人就完了 另一個人叫著 不能使勁 雷衩子掰斷了 人就殘了 誰也沒碰過這事 誰也沒法 大漢叫著 快救我呀 我這個王八蛋要死在這兒了 聲音大的震耳朵 有幾個人撸袖子要上去拽他 這時就聽不遠處有人叫一聲 別動我來 人們扭頭一瞧 只見不遠處一個小老頭朝這邊跑來 這小老頭光腦袋 灰夾跑 腿腳極快 有人認出是神醫王十二便說有救了 只見王十二先往左邊 兩步到一個剃頭攤前 把手裡那初枕用的小綠手包 往剃頭將手裡一塞說 先壓給你 順手從剃頭攤的架子上摘下一塊白毛巾 又在旁邊燒熱水的銅盆里一進一撈 便靜止朝大漢這邊跑來 他手腳麻利 這幾下都沒耽誤工夫 手裡的白毛巾一路滴著水冒著熱氣 王十二跑到大漢身前 左手從後面摟著大漢的腰 右手把滾燙的濕毛巾往大漢臉上一捂 連鼻子在嘴巴緊緊捂住 大漢憋得大叫 使勁正 王十二死死摟著捂著 就是不肯放手 大漢肯定髒話連天 聽上去卻嗚嗚的曬朱嚎 只見大漢憋得紅頭髒臉 身子裡邊的氣沒法從鼻子和嘴巴出來 胸膛就鼓起來 越鼓越大 大的嚇人 只聽砰的一聲 釘在牆縫里的淚衩子 自己退了出來 王十二手一鬆 大漢的勁也鬆了 渾身一軟 坐在地上出了一聲 老子活了 王十二說 趕緊送他喬大夫去接骨頭吧 轉身去把白毛巾還給剃頭將 取回自己那出診用的綠籌包走了 好在罵事兒沒有過 在場的人全看得目瞪口呆 只一位老人看出門道 他説 王十二爺這法 是用這漢子自己身上的勁 把肋條從牆縫里抽出來的 外人的勁是扭著自己的 自己的勁都是順著自己的 這老人尋思一下又說 可是除去他 誰還能想出這法子來 人想不到的只有神 所以天津人稱他神一王十二